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非常感谢 我们也感谢梅子老师大力推荐 我们这位八字命理及心理智商师 Alvin老师来给我们讲课 那Alvin老师从这个礼拜开始 一直到11月底 一共会给我们谈七堂课 来让我们来了解八字这件事情 八字命理这件事情 好 所以马上欢迎Alvin老师来给我们谈谈 看懂我的八字 到底怎么看懂呢 马上请出Alvin老师有请 哈喽 大家好 好 这一边呢 我要分享的就是看懂我的八字 然后很开心的就是在这次分享里面 梅子老师也会教大家一起 如何加强自己的运势 感觉上就好像开演唱会 然后有非常大的一个重要嘉宾来参加 好 那么我就开始 那么我们这一堂课呢 主要讲的就是周一八字 那么在开始之前呢 先来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然后也会介绍梅子老师 大家可以叫我建龙 我是在大约五年前开始接触到周一八字的 然后之前的时候我是上了一堂课 它名字是叫做生命蓝图 生命蓝图是什么样的课呢 它是教我们看回我们自己的人生 然后我们人生里都会有不一样的经历 美好的经历也有 辛苦的经历也有 生命蓝图是可以让我们在这些经历里面 找到它的意义和 在这些经历里面教会我们的东西 然后在生命蓝图的这个课程里面 还就有提到 我们生命里面有某些部分是命运安排 比如说我们遇到谁啊 然后就会可能会跟谁结婚啊 或者在什么时间会特别的辛苦 或者是特别的大的困难 然后在这个生命蓝图就告诉 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 我们的生命是天上的行星息息相关的 当这些行星在每一个轨迹 它有自己的一个能量 就好像月亮 当它越圆的时候海水就会涨潮 然后有些动物呢 就会特别的感到不安 因为这些能量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 可惜的就是这个生命蓝图 我再继续就问 那么什么样的行星会有什么样的能量 它又可以怎么样的改变我的人生呢 他说我们没教这些 他们主要的是让我们看回我们的人生 然后找到我们生命的意义 每一个经历它教会了我们什么东西 那么它就没告诉我行星太多 那么我就往这方面去上网查询 然后就想说原来在周一八日里面 它都有清清楚楚的解释了 我们在什么时候 做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机遇 当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呢 我们的天上的行星呢 就烙印在我们的八日里面了 它可以准确的告诉我们 有怎么样的性格 然后不一样的年份和时间 那些行星走到不一样的轨迹的时候 它会对我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最重要的是 我们可以怎么样的透过 这些行星和这些能量呢 来去加强我们某个部分的能量 所以这个就是我在 生命蓝图和周一八日里面的一个 缘起 那么目前我还有做些什么工作呢 我还有做的是亲善生命关怀的义工 这份工作就是去医院 跟那些华人的uncle and auntie们聊天 因为目前在美国 这边很多华人 他们都不会讲英文 所以就看看他们有什么东西需要帮忙的 一般上都是跟那些uncle and auntie聊天 看看他们生活经过的这些天生苦辣 其实聊完天后你会发现 他们的生活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苦 可是他们都很厉害 以前的这些uncle and auntie 他们过的时候 真的是比我们想象的艰难 可是他们都可以做到 真的是很棒 然后同时我也是在 马来西亚爱心县这边有当义工 我有借马来西亚的个案 然后都会跟这些个案 在网上聊天辅导 然后在这边你可以看到 我是有拿到马来西亚的辅导 许可证 好 这个是我的简单自我介绍 接着我介绍的是一位 更加厉害的大师 是谁呢 每次都很讨厌介绍美智老师 太难介绍了 你看到他的简直都是密密麻麻的 然后我就不读了 那么我简单来介绍我 我认识的美智老师是一个怎么样的老师呢 他是一位非常非常有爱心的老师 然后他也是我的同学 他是我一起在上心理咨询硕士 一起拿到这个license的一位老师 当我看到他的时候 我就知道原来他有教缠绕 我就非常的兴奋问他 你可以叫我孩子缠绕吗 我对这非常有兴趣 然后我就以为他就是一位普通教缠绕的老师 反而现在还知道原来 马来西亚的缠绕是他引进来的 所以当我越来越认识他 之后我就发现 他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位老师 他是中国二级心理咨询师 然后我还是心灵病铁的指导老师 还是游戏治疗的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太棒了 一位老师 好那么我就继续开始讲吧 那么在我们这一次的课程呢 他是一个七天的课程 然后在这七天课程 当我们上完了过后 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看懂 我们自己的巴子是怎么样的巴子 然后同时如果 你看到你朋友的巴子啊 孩子的巴子啊 你一大概烧过 你就可以知道 生命里面缺什么 还有什么年份 特别的有利 这些你都大概都可以看得懂 然后你会知道 今年的流年大运是什么 明年的流年大运是什么 然后我们也可以通过巴子 怎么样的去调节 我们的一个能量 然后更重要的是 我们也可以通过巴子这边呢 除了猜测的运程 可是在巴子我们可以很清楚 看到他的性格 是一个怎么样的性格 有些人的性格就比较温柔 有些人的性格就比较强悍 然后都会在巴子里面展现出来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在这一次的课程里面呢 最主要的是我们可以透过巴子 更加的了解自己 好 那么之前 在开课之前可能就聊一聊说 周一八日 他在海明说他是什么 我们先讲他不是什么 他不是一个封间迷信 他就比较像是一个统计学 怎么说统计学呢 就像在很久以前的一个西方的星座 十二星座吧 古代的他们就会发现 在三月多 四月 三月中 四月中出生的人 他们都会有一个统计说 这段时间出生的人呢 就特别的直率 特别的热情 特别的冲动 然后他们经过了长时间 这样子的去观察 他们就发现 真的是每一段时间 只要在三月跟四月出生的 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性格 但他们往天上一看就发现 每年正好来到这个时段的时候 太阳就正好坐在百羊座的星星里面 所以他们就 看了有这样子的一个trend 他们就说 只要在三月二十一日出生的 四月二十日出生的人 他们就称他为 百羊座 所以同样他们在发现到 在八月中 到七月中到八月中出生的人 都特别的有领导能力 所以就这样子 他们说称他为狮子座 就这样子如此类推 我们就有了十二星座 那么这个就是西方的一个统计学 那么在我们东方也有 在我们的东方的一个统计学里面 我们老祖宗就发现了一个这样的规律 当我们在不一样的时间 年月日出生 都就有不一样的能量 然后我们就看 原来这个能量都给推算出来 然后这些记载呢 都清清楚楚的记载在我们的周一八字里面 那么我们有些时候就问他会准吗 其实他是非常非常的准确 怎么说呢 如果他这个系统已经运用了千多两千年了 古人都开始在用了 如果他不准的话 他根本没办法流传千多两千年 就可能说一两年 不准大家都不用了 所以他是一个科学 他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自己 我们有怎么样的属性 然后我们特别想这个怎么样的性格 同时他也可以更加的让我们了解 这整个宇宙的能量 简单点的说就是流年大运 他可以让我们知道 今年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统计 明年它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统计 那么好让我们就可以催记避凶 那么第二个原因我们觉得值得学的 周易八字可能就只是我而已 我学习周易八字可以透过周易八字 让我们更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 可能只是我自己越来越有年纪了 就发现越来越想了解自己的根 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然后透过周易八字 可以让我更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 因为这个已经是千多两千年的一个 文化的一个传承 举个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十二生肖 当我们学了周易八字 我们就更加更加的了解十二生肖 我们会知道说这个生肖 它有一个怎么样的能量 然后当我这个生肖遇到另外一个生肖 它又会产生怎么样的变化 在我们这七堂课里面 我们都会渐渐的跟大家分享 那么希望大家对这些生肖 就更加的敏锐 更加的连接吧 那么在讲十二生肖之前 它在周易八字的基础和根本 就是五行 这个五行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 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思想 然后我们相信宇宙万物 就是由这五行来建造而成 我们人也是在八字里面 主要的就是这五行 好 所以经常大家都有听到说 五行就包括什么呢 就包括 金 水 木 火 土 这五行 那么这五行 它有什么样的特别呢 我们就 就是我们看 水就是水 可是我们可以看神一点 水它有什么样的特质 水它是属于 温柔 温柔的 温柔是水啊 所以你看当一个人水的属性很强 它会特别的温柔 然后水都会比较 散变 然后水它是属于冷冷的感觉的 这个就是五行里面水的一个特质 木的特质是什么呢 当一个人的木的特质特别强的时候 它是有尊严的 然后它也是非常非常的善良 然后都会很有方向感的 就是一直往更好的地方去生长 往太阳的地方去生长 充满生命力的木的人 火的人呢 可能就特别容易的让我们看出来 特别的积极 特别的有感染力 然后也会特别容易的影响人 那么缺点也是非常的会火爆 这些时候我们跟火的火冲得很快 可是有时也是会担心 就是会比较暴脾气 那么土行的人呢 是一个最可以可靠的一个人 土让我们想象的是什么 就是山一座大山 那么你今天看到这座大山还在 你明年来它还在 一百年它还在这一边 所以山呢 是非常让我们可以有安全感的一个属性的人 如果我们的巴士里面有很多土的话呢 证明我们是非常可靠 如果要找老公啊 老婆啊 可以找很多土的人 可是呢 土的人也是有它的缺点 就是就没这么容易的变通 它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我们要改变它的性格呢 就有点像于公于山的感觉 可以改变很长很长的时间来改变 那么最后我们再讲到金 金的属性就是非常刚强 然后你看 还有一些金的属性就是会 非常的刚强 然后你看很多艺术品 会有非常强烈的一个艺术细胞 这个就是属于金的一个属性 所以当我们了解了五行的 还有这边的金 它不只是我们首饰的那个金 它包括金属类 它都算是金的一个属性 所以它有一定的韧性 相对跟土之下 然后它有一定的艺术细胞 它都是很漂亮的 所以很多属于金的属性 他们都是会闪亮亮的一个人 那么除了有这个五行之外呢 他们各自还会有跟各自 有一定的互动 举个比如说水 它会生土 什么意思呢 木它就换句话说就是木 它会特别特别的喜欢水 因为只有木遇到了水 它就会有了生命 水就水 木生水 那么同样的火 最喜欢什么呢 火遇到了木 它就很开心 因为木生火 只要有木的地方 火就可以发扬光大 越烧越旺 比如说一座森林 它都可以把整座森林 给烧了起来 整座山都可以烧了起来 那么火烧进过后 它就会生土 变成一个灰烬的地方 那么同样的 当很多土的地方 我们都可以在土 那一边找到很多的金矿 锡啊 金啊 银啊 全部都是在土那边 图框里面找出来 那么同样的 当金多了之后 就变得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现在睡在的床 是由铁做成的 不是金做成的 用金做成的也可以 也可以想象一下 你完全睡在一个 用金做成的一张床上 然后你不放棉被什么 你躺上去会觉得怎么样呢 就觉得非常的冷 甚至会刺骨 有些老人家 不要睡在铁的地方 还是什么 因为风势 因为金多了 它就会生水 冷就是水的一个特质 这个就是一个五行 相生的一个 一个 循环就会出来了 所以在这边 我们也不需要特别的去背 就只是了解 有这样子的一个循环 但我们看到什么 就会有这方面的觉察 那么除此之外呢 他们除了相生 他们还会相克 就考考大家 大家想看 如果火在这一边 它最怕的是那个五行呢 它最怕的就是水 火遇到了 它就想到很旺 那么如果火遇到了水 它就生存不了了 火就会被灭掉 因为水它克火 那么我们再看 泥土最怕的是什么呢 泥土最怕的就是木 因为木就可以把泥土给克住了 比如说很多人 他们会害怕土崩啊 啊等等的事件 就是他们就在这些山坡上 种了很多很多树在那边 木就完全全地克制了土 土就动不了了 然后金最怕的是什么呢 金最怕的就是火 只要火一来 金就会完全地被融化了 它的特质 它的属性全部都不见了 所以金最怕的就是火 金原本是一个非常刚强的 可是在火面前 它也是变成了 揉落去 它的特质就不见了 那么我们再看 我们看金最怕的就是火 那么水最怕的是什么呢 水最怕的就是土 比如说我们发生水灾的时候 然后很多人他们就会去放 放沙包 一袋一袋一袋的沙袋 顶着 不让水跑进来 水最怕的就是土 同样的 在我们的陶瓷那一边 我们也是会用土来去装水啊 所以这些都是在我们生活 琐碎里面都有的 那么木最怕的就是什么呢 木最怕的就是斧头 砍下去木就没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五行相生的 一个环环相扣的一个能量 在这边我们就不需要特别的去背 我们只要去看 木会有怎么样的能量呢 水就是特别的 木最喜欢的就是水 然后木最怕的就是金 因为斧头会把它给砍断 然后其实木在某个意义上呢 它是怕火的 因为火虽然很喜欢它 它跟火也深远靠近 可是火多了就会把木给消耗掉 所以木最喜欢就是木和水在一起 就这样子的一个循环 好 这个就是我们老祖宗 和我们祖先里面的传统 传下来的一个五行克制 已经有两千多两千年的一个历史了 还有 刚才我们也是听到一些食物的方面 所以五行呢 也是在食物方面也是会有帮助 比如说我的生命里面是缺水的 那么我可以吃一些跟水有关系的时候 水的颜色是什么呢 可以是黑色 比如说黑豆啊 那些都是补生补水的地方 所以我们也可以找有颜色的食物去吃 那么就可以补到我们五行方面的这个能量 到后面的时候我们会讲更多 怎么样去补充我们身体的这些能量 好 这个是我们的基础五行 那么接着我们要进入今天的主轴 那么大家如果有电脑或者是有电话的话呢 可以用这个2D barcode拍下来 或者是在你们的网站那边就输入这个 ZYDX.top 意思就是周一大学.top 大家进到了没有 然后进到去里面呢 你就看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page 在这个page呢 姓名你就随便放一个名字就好了 今天我们不会分享说什么改名 怎么样去调整我们的名字 然后这个公立排盘 你就选公立排盘 然后放我们的出生日期 就是我们身份证的日期 阳历 比如说这个人是出生在1986年 10月8日 然后几点出生 然后男子和女子有分别 所以一定要放到对的性别进去 然后这边我们选择不保存 如果大家都这样子放进去了 就按这个开始排盘 大家进到来就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画面 大家可能一进去的时候不用害怕 可能就觉得他在很多字都不清楚 相信我只要经过了这7次的一个课程 大家对每一个字会非常的熟悉 而且会有一定的亲切感 然后在这一次呢 我们今天要学的就是专注于这8个字 所谓的8字呢 是什么意思 这边也叫8字四处 我们说看命啊 看命啊 看8字啊 就是看这8个字 1 2 3 4 5 6 7 8 这8个字 你们也可以在你们的手机里面 输入你们自己的生日日期 还有你们的生日日期和时间 那么他就会出现的那8个字呢 就是你的8字了 所以当大家问起你 你的8字是什么 你就可能清楚知道 我的就是这8个字 好 那我再继续先哦 然后这个8个4柱8字 就是会有这4个柱 年柱 月柱 日柱 时柱 所以讲的就是四处8字 就是这样子形成 那么今天的课程里面呢 我们就专注于 我的8字 是什么样的一个8字 举个比如说 我们先来讲 什么是叫 自缘的生强生弱 还没有进去这边 我们先看一下 在我的这个8字里面呢 你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颜色 这些颜色代表什么呢 比如说 这个蓝色 就是代表水的颜色 那么这个人的8字里面就有水 有多水吗 有两个水 所以这个人可能相对 也会比较温柔的一个人 因为有两个水在这边 那么还有这个巧克力色 棕色 就是指土的颜色 然后还有一个生猴 这个是虚狗 生猴就是猴子 还有一个金的颜色在这边 然后还有一个蚁草 树 蚁木 木的颜色 青色在这边 然后八字 有一个火的颜色在这边 五码 所以你看到 它的八字里面 还是蛮完整的 你就可以看到 我的八字里面 金木 水 火 土 全部都有 所以你们也可以看看 你们的八字 有什么 有什么五行的 是特别的多 还是什么五行少了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一眼的知道 原来我什么地方是 比人家少 那么它没有好还是坏的 因为每个人都一样 是八个字的 你一个颜色少了 你另外一个颜色就比别人多 比如说有些人 它刚讲就少了一点 可是它就比别人温柔 那么温柔比较好 还是刚讲比较好的 其实没有绝对的 可是最重要是要知道 我们是怎么样的性格的人 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 擅长的地方 去做好我们的事情 然后我们比较不擅长的地方 我们就可以透过 后天的努力 或者是透过一些能量的加持 把我们变得更加的完整 那么在整个八字里面 我们就讲说 它是什么命呢 你就要看这个日注这一边 你可以看到你们的日注 这边有写着 你们男生就写圆男 女生就是圆女 然后你就看这个人的命 它是属于木命 以木命 这个就是它的本命 所以我们就清楚 它是属于木的命 那么当我们知道 我们是什么命的时候 接着我们就要看 我们是身强还是身弱 同样的 我们没有讲说身强好 还是身弱好 身强跟身弱的分别在哪里呢 身强的人呢 他就是非常的有能量 非常的强 非常的积极 他会做很多的东西 那么当他非常有能量 做非常多的东西 可是他又没有一定的指挥的话 他就会去闯很多的祸 打街啊 这些事情 他们 你说他们怕吗 不是 他们是非常的有能量 去做这样的事情 他们不会害怕 他们就去做 所以身强一定好吗 不一定 可能会鲁莽省事 然后会给自己造成很多麻烦 给身边的人造成很多麻烦 如果在工作的话 可能也会给他领导 造成很多麻烦 所以身强不一定是好 身弱又是什么样呢 身弱的人就会比较内向 比较内面 那么一般上身弱的人 都会想比较多 会比较细心 那么身弱就好吗 也不一定 你就只是想不去做 这怎么行呢 然后你就越想越怕 人家要做了 做不好怎么办呢 还是必要做比较好 所以在这个八字里面呢 就可以看出 一个人天生的一个本质 是怎么样的一个本质 然后有些人讲说 我的八字 你会发现到 没有算八字算多了 你会发现 当比较后期的时候 可能五六十岁的时候 那一个人的八字 就越来越不准了 为什么呢 他们都是透过 后期的努力 然后慢慢的 可能我原本是 比较内向的人 我就开始慢慢的 努力 努力 就学习 变得更加的外向 更加的外向 所以就变成 达到一个平衡 那么有些人就觉得 以前我就很鲁蚂 形式 很冲动 那么 去了四五十岁了 开始经历多了 我就开始懂了 那么我会自己 内在的一个调整 当然在我们 节制的课程 就教我们 教大家 怎么样做一些 外在的调整 好 那么我们再看 这个八字 你觉得它是属于 身强还是身弱呢 好 我们就很简单来看 我们就看木 身强还是身弱 你就看周围 有谁是跟木 一样的吗 它就只有一个木而已 所以 同我的 就没有分了 那么谁 什么东西会生木呢 你就看在这边 水 有了水 它就会生木 所以 这边有谁 会给木能量的吗 右手边有一个水 在最左手边 也有一个水 可是比较远了一点 它就只有八分 在旁边 右手边就有一个十二分 哦 它就有了二十分 那么二十分 算是身强还是身弱呢 一般上我们少于六十分 就算是身弱 我们八字里面 我们尽量要达到的 一个分数 就是六十分 或者是五十分以上 因为五十分的话 就是差不多 六十分就偏强 这一个我们理想的 一个状况 怎么说偏强呢 就是我们要有 一定的行动力 那么我们也不要 太过冲动 如果我们就要八十多 九十就非常的冲动 就不好 很容易惹祸 我们尽量把自己 调整到去一个 六十分的状况 那么它是属于二十分 所以它就变得比较 深弱的一个状况 OK 然后在这边 我们就想如果 这边我们不会教大家 怎么样调整 此一点我们会教大家 怎么样去调整 那么如果 这个圆南 如果我们要调整 它的能量 我们可以怎么样的调整呢 因为它现在二十分而已 我要给它 走过二十分 去到五十分 目前的它 它可能做事情 它就会很怕 没有信心 没有信心的原因 是什么呢 你就可以看到 看得出来 所以给它很多的知识 所以它可能 就很懂很多东西的人 可是就是因为懂太多 所以不敢去做 然后在这边 你会看到 有谁跟它一样的吗 在它的生活圈子里面 只有木 它自己一个人 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它就得不到 人家的肯定 如果我想的东西 跟它想的东西 跟别人想的东西 全部都是一样的话 我就自然会有信心了 可以做什么 我这种想法 就只有我自己一个人 有这样的想法 别人跟我想法不一样的 你的心就没底了 那么你一没底 你很多东西 你都不敢去做 所以像它的情况 我们要调整它的能量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是什么 你会看到 它左手边 它的能量就耗在 我要控制着 左手边这边 可能就是爸爸的一个 上面是属于副分 词典会跟大家讲 他爸的每一个位置 都有它的意义 在最左手边 就是指我们祖先 爸爸的那一边的 比如 叔叔 伯伯 下面就是舅舅 然后这边就是爸爸 下面这边就是妈妈 所以这边就觉得 可能爸爸里面 我要一直去帮我爸爸 做东西 因为 你就会看到 他要去刻着这个土 可能爸爸会 有不良习惯 还是怎么变成 一直要管车的爸爸 然后 妈妈这边呢 是金 会刻着木 我要做什么东西 妈妈又不给做 然后爸爸这边 又我劳心 然后真正可以帮助到 我的人也不多 可能以后就是 孩子会给他比较 比较多能量 所以他就会完全的 被消耗在这个地方 那么如果我们要 补充他的能量的话 我们就可以选择补充的 就是水的能量 或者是木的能量 那么在这边 大家就可以看 如果我要调整我的 能量可以怎么调整呢 加水好吗 水这边已经一个水 两个水 他缺的不是温柔的部分 也不是flexible的那个部分 他需要的是 看懂他的人 跟他同音的人 就是木的部分 我给了他一个木 那么他整个五行里面 就更加的调衡 更加平衡了 所以我们要调节 他的这个能量的话呢 我们可以加木给他 就所谓他的 使用的一个能量 好大家可以看看 自己的八字 然后看自己的八字里面 有什么东西是少的吗 少的话可以这样子去填补 可以自己去看看 我们会走多几个 example给大家看 所以大家 过后大家就更加的熟悉 我们再看这个人 他是属于身强 还是身弱呢 这个颜色 是什么颜色呢 他是属于金的颜色 金有两种 一种是梗金 一种是心金 梗金呢 就是属于大铁 那种像长颈鹿 产迷车 这种是属于大铁 梗金 梗金在这边 心金呢 就像是我们穿的首饰 手环是心金 所以他的本命呢 他是属于梗金的一个人 那么我们先看 他是属于身强 还是身弱 我们就看 同我者 跟我一样的 一个梗金在这边 然后有一个身在这边 我忘了 你看这个身在左下角 这边有一个分数 左下角这个分数 是非常的有分量的 他叫做月令 这个只要跟他一样的话呢 基本上他都是接近身强的 这个跟这个身加梗 就已经一个40分了 然后再加上下面的这个身 这个位置12分 又加上这个梗12分 加上这个心金8分 加上这个有机4分 只是跟他一样的 就已经是72分了 然后土 成土 我们就看这样 土他身金 又加多一个12分给他 他是属于身强88分 哇这个就身强跟刚才比就很好了吗 做什么还会这么多能量呢 因为他身边有很多人 破他 那么梗筋 这种身强呢 其实是比刚才还要危险的 为什么 刚才的东西 什么东西 不敢去做 没有信心去做 不做就是会有事情 可是这种梗筋 是属于大惊的人 都没有这么细心 你就敢敢去做 那么去做的话 可能就很容易闯祸了 因为身边可能就没有贵人 全部都是讲说 好走去做 全部都是同样的声音的 梗筋走一起去做 那我都觉得你应该去做 妈妈非常的认同他 你可以看到 下面是母辈的部分 我做东西妈妈认同 我妈妈认同 我孩子去做 那么左手面可能是爸爸 火会克制他一点 爸爸会拉着他 你不要去做 你不要去做 很危险 不要去做 可是除了爸爸 拉着他 只有爸爸的爸爸 也是诞成他的 所以变成全部都诞成 他去做这事情 那么就很有可能会闯祸了 走刚刚我们去 闯一番事业 去闯 打枪啊 还是什么 去偷盗啊 什么偷杠杆去做 不会怕的 他非常非常的有行动力 所以这个就属于 梗筋的一个非常深想 也非常的 危险 有好有不好咯 那么他就非常的有 详尽有干净 那么他这个是非常有能量的 我们只要把这个能量输 输发去好的地方 输通去好的地方 他肯定是可以闯一番大事业的 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做出任何的调整 就真的是很危险的 尤其是 其实在等这个流年 时间会分享什么是流年大运 如果流年大运又走到两个金的年度 他就更加强症 那么就真的是很很危险 那么我们再问看 因为如果这种情况 我们要调节他的能量 要怎么样去调节呢 是给他更多的金吗 这样就害死他了 所以很多人讲说 我们的八字不要乱乱给别人看 也不是说会下你枪头还是什么 就只是知道 这个人已经是很积极了的 很冲动了的 我们就给他更多的金 那么其实就是在害他 或者给他更多的土 也是在害他 所以像这种情况呢 我们要消掉他的一些能量的话 或者是把能量变得更加平衡的话 我们可以加一个金的话 他会去生什么呢 我生者就可以扣到他的粉术 金他会生水 金呢是属于这些长颈鹿 大型的东西 我们就要把它变得更加的温柔一点 水 更加的细腻一点 那么我们就会给他多一点水的元素 而且他是比较舒服的 你家怎么变得比较温柔一点 就要看东西看得比较细腻一点 比较小心一点 那么 他是比较舒服 因为金生水嘛 就好像全部的妈妈生孩子都是很痛 可是大家都会很疼 那个孩子 这个是自然的一个本性 所以虽然我们会消耗我们的能量 去生那个 可是是舒服的 那么第二个 我们可以消耗他的能量的就是 我们可以给他木 因为金刻木 我去刻着对方 我要用力去刻对方了 不是我刻好 我不需要浪费力 所以我拿水去灭到这个火 水也是会被消耗 金去刻这个木 金也是会被消耗 所以我们可以给他木的能量 那么木的能量是怎么样呢 慈祥 慈悲 那么要给一个耿精的人 刚强的一个人有一点的慈悲 也是可以做到 可是相对之下给他变得温柔的话 温柔可能更加容易 那么才到 因为我生者比较容易 接着才到我刻着 他不会很舒服 可是还好 要我变得比较慈祥 还是可以的 那么第三个方法 不让他闯祸的话呢 就是拿火去刻他 这个就不舒服了 我要做这个你拿火烧我 我要做那个你拿火烧我 可是我不烧你 你会去闯祸 闯祸就像八八这样子 在这边旁边 你要做我拿火烧你 你要做我拿火去烧你 克制着他 所以拿火去调整他 就没有这么的合适 原因有两个 因为八日里面已经有火了 可是八日里面缺的是水而木 所以在他八日里面 我们给他多一点的水 多一点的木呢 他整体就会更加的 更加的完整 所以也可以属于 属于智慧的一个部分 细腻的一个部分 如果一个人有这么大的 一个行动力 那么加上他有很多的水 就是很多的细腻的部分 我们不是要拿走他钢墙的部分 他钢墙是重要的 可是我们要加入 多一点的细腻进去 然后我们加上一些木的部分 多一点的爱心 多一点的慈悲进去 有了更多的慈悲和爱心 有了更多的细腻 同样有这么强悍 刚强的一个八日呢 他就肯定会有一番作为 所以这个就要靠后天的一些调整 好我们再看 多一个 那么我们再来尝试看 这个人来考考大家了 看大家猜得对没有 这个人他是属于什么命呢 他是属于水的命 因为他的日柱是在水这一边 那么他是僧僧还是僧弱呢 我们就看 有谁僧我者 谁僧水出来的呢 我们去看这个图画 金僧水 有没有人僧他呢 没有人僧他 同我者 跟我一样的 有谁跟我一样的吗 有 上面这边 我爸爸跟我一样 我的祖先祖父跟我一样 所以我就从他们身上 得到了一定的肯定 能量和支持 然后妈妈呢 水 生木 我妈妈就比较弱一点 我一直要去照顾我妈妈 变成 有些事我要去闯 妈妈就说 不好 想清楚 左下角这个 就扣了分数 所以他的整个 日元强弱 就只有 八分而已 你可以看到这个癸水 左手边 十二分 润水 就左手边 跟他一样的 就是一个八分 就只有二十分 那么再考考大家 如果我要 加强他的能量的话 我要加强 他的什么特质呢 我们就 加分了就只有两个而已 我要加他的水吗 他不够温柔吗 不是哦 他有足够的温柔 他有足够的细腻哦 所以他需要的 不是温柔和细腻 他需要的是什么呢 金生水 所以他需要的是 一些比较刚强的部分 呃 刚强的部分 也可以说是 执行者的部分 哎 我想了 这个我就要去做 我不会想 这个人会不会开心啊 那个人会不会开心啊 要有这个果断的 像那个斧头砍树 砍下去就砍了 不会 不断失联的 他需要的是一些 决断的能力 现在刚强的力量 呃 说一就一 说二就二 呃 所以不要想太多 所以如果是我的话 就加一个金给他 他的八字就更加的完整了 然后就不再适合加水给他 那么我们就大概可以 可以知道说 啊 这个人他的 啊 喜好的八字 喜用的八字就是金 OK 我们再往下看 好 刚才我们就大概讲了 我们知道我们生命里面的八个字之后呢 然后之前我们不就讲了吗 外面的行星呢 其实是不断的影响着我们的 像今年的时候呢 就是 卯兔这边你可以看到 写着流年 在这边 数一下 这边有写着流年 这边有一个大运 流年是什么呢 流年是每一年 这个行星都不断的在移动 那么今年 卯兔就是兔子年 那么今年的兔子 是带着什么样的能量的呢 是鬼水的一个能量 一壶一壶水的一个能量 所以我们就知道 哦原来 原本我是生强的 如果遇到这个 木的话 它可能就影响了我 整个八字的一个 呃 运作了 还有我们有一个大运 我们每个人呢 都会有一个大运 在转换的 他们讲十年一个大运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 有有些人 他们开始走起 大运起来的时候 做东西都特别的顺利 去那里都会遇到贵人 只要想什么 都会成心想事成 那么当有些时候 这个时刻来临的时候 我们就要时时保持着感恩 因为大运也是会走完的 然后大运走完的时候 我们每个大运 让我们学习的东西都不一样 当我们运势好的时候 我们就就开始去打拼 那么比较不好 我们就开始比较保守一点 那么你就可以看到 在他的流年和大运来的时候 就影响了整个八个字 就变成了十二个字 那么原本是深强的人 就可能会变成深弱 那么或者是深强的 也有可能变得更加更加的深强 这个就要注意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人的八字 他是属于 深强还是深弱的呢 这边有讲 他是什么命呢 他是土的命 土命的话 他有几个土在这边呢 这个土 一个土 两个土 三个土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其实他很多好朋友 生命里面 他不需要好朋友 所以很多人都会去pro他 讲的话 pro他不一定是 他做的东西是对还是错 如果做的东西是错的 有很多人去pro你 这样就危险 然后在远方的那个爸爸 伯伯那边 舅舅那边 也很去赞成他 给了他很多智慧 去做想做的东西 那么唯有是妈妈那一边呢 这个叫月灵 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八字 是四十分的 你看 左下角这个是四十分的 所以只有这个四十分 他拿不到 所以我们看到 身强还是身弱呢 跟他一样的 就有十二分 加十二分 加十二分 所以是三十六分 然后火生土 八加四 十二 所以总共是 他是随偏弱的一个状况 所以只要偏弱 或者是偏强的人呢 就特别容易 受到流年大运的影响 容易说流年大运的影响 就是说 今年我可能会很积极 想做很多东西 那么今年一过来 忽然间那个 mood 又没有掉 又冷下来 等下又遇到事情怎么办 等下遇到坏人怎么办 然后今年的年又过去了 他的八字刚刚又在升 他又再变成升强起来 所以只要身体 稍微偏强 或者是偏弱的人呢 就很容易受行星的一个影响 那么同样的 我们要做自己的主人 我们知道自己的性格是怎么样 我们要做一个怎么样的 我们就可以做后天的一个加强 那么我们就变得更加的稳定 然后去做我们想做的东西 好 这就是大概是今天这样的分享 那么今天我们就讲了几样东西吧 可能大家回顾一下 第一我们看到我的日元是什么 我是什么命的 木命啊 土命啊 然后都可以在我们的八字里面看到 然后在我们的八字里面也会看到五行 是怎么样的相生相克 然后在我们的八字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第一个性格出现的 第一个性格就是属于外向还是内向 积极型的还是思考型的 都可以在这边看到 然后也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八字里面 有什么缺乏的五行吗 然后什么五行是我特别的喜欢的 然后在这边也可以看到流年大运 比如说今年是鬼水年 鬼毛年 毛兔年 兔子年 明年就是去什么年呢 你可以看到这边下面 甲城年 就是龙年 木龙年 就是明年的年 所以你看这个明年变的时候 这个变成木 龙是土 它整个八字能量就不一样了 所以你们也可以尝试在这个软件里面 去按 2024年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 2024年你的能量是一个怎么样的能量 然后自己可以来算一下 这属于身强还是身弱的 好 就讲流年大运 这个就是今天的课程 然后回家前呢 给大家一个小功课 那么问看大家 怎么样的八字才是一个好的八字呢 那么这个问题之前就可以问看 要问看自己 什么才是一个好的人生呢 是大起大落的人生还是好的人生呢 还是五行都有平平淡淡 这样子就是好的人生 这个大家可以去抓摸 因为很重要 因为我们要知道什么样是我们认为好的人生 那么我们的能量才可以调去我们要的能量 好 现在方向就到这边 好的 非常谢谢 谢谢阿宾老师 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八字命理课 我觉得大家一定觉得很有趣 我现在终于明白 阿宾老师问我说 同学都会每一堂课跟着上吗 没有跟着上的话 下一堂课可能真的会跟不上 或者是同学们如果今天也觉得说 哇 第一次学习这个部分 感觉好像还想要再去复习的话呢 都欢迎大家到我们的不后面子书去看回放 那我们下星期呢 我们就要跟阿宾老师呢 来学习我八字里的性格 对吗 这个星期其实我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艺术与八字 所以我们就透过艺术来怎么加强自己的能量的部分 所以刚才我们就有提到了吗 我们的能量 直到我们缺了五星之外 之后我们可以怎么做 我身强的话 我要把自己变得深弱一点 可以怎么做 可以怎么样去调养调理 然后很开心的 就是下个星期一定不可以缺课 因为梅子老师会教我们 如何用艺术去调整我们的能量 梅子老师 梅子老师说两句来 梅子老师 让我 谢谢艺术老师 很高兴的艺术老师邀请我 下个星期呢 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 就是用艺术 怎么样去配合 我们的那个八字 我本身我只会艺术 我不会八字 就都是艺术老师去指导的 这样我就在这里呢 将下个星期呢 可以用艺术来陪伴大家 好 好那我这边也把我们 十月到十一月 就是一共七堂课的这个部分 先发到我们的这个check room来 让老爸老妈你们可以 一读 就是先读一块 然后我们记得咯 如果说今天觉得这堂课很有趣 就是想要多了解自己这个八字的这个部分 记得记得每个星期四一定要来跟着 我边老师还有梅子老师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部分 嗯对 广音同学说很有趣 对我相信大家刚应该是手忙脚乱 在那边一边听老师 然后一边看自己的那个部分 所以不用急不用急 大家都可以到不后面子书去看回放 然后再慢慢的再来看一次 自己的从祖辈到什么 救博对我们的影响等等的那个部分 好慢慢来 本米亚同学说还不明白怎么算 没关系 我们等一下还有半小时的时间 还可以跟阿vin老师这边来慢慢的交流 好那我们先感谢梅子书朋友的参议 也谢谢凯迪基金会的大力支持 谢谢新周日报意识利的联合直播 还有星期元乐林管理学院的这个联合直播 还有很多像梅子老师个人面子书的联合直播 都非常感谢感谢 也感谢老爸老妈 如果觉得阿vin老师这堂课 今天这堂课太有趣了 欢迎大家到我们不后面子书去转发 今天这场直播 让更多有缘的朋友一起来学习 了解自己的八字这个部分 好那我们现在先结束 面子书的直播 我们进入这种讲坛的交流时光 记得明天我们还是继续会有我们的口琴课 好那我们先结束 面子书的直播 进入这种讲坛的交流时光 有一个国内的节目 然后我们先见证明 然后我们先继续会有点像 我们先继续会有点像 然后我们先到过這条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